揮著球竿平民射門 徐夢哲和隊友抓緊時間 練習冰上曲棍球 就在8號晚間 他們即將代表台灣出征保加利亞 冰球錦標賽 對於我們這一次出發的心情 算是非常緊張 然後大家也是互相提醒說不要受傷 因為公開組的衝撞是 就像大家在看北美冰球那樣子 他們是完全沒有在客氣的 80%我覺得會盡自己所能 然後盡可能的發揮到自己的實力 光是全身裝備 就要花15到20分鐘穿戴 不只比賽全程自費 4萬元機票也要自行吸收 徐夢哲亮出國家隊球衣 為了出戰還接連推掉兩部信約 就算腳傷還沒好也要參加 腳回來現在OK了 因為其實最主要那一次是錄影 結果摩擦到就是削了一塊皮下來 那現在那一塊傷口已經癒合了 是沒問題 只是練球的時候也有一點扭到 但是都沒問題啦 徐夢哲和隊友即將在保加利亞比賽 兩個星期 10號首戰就遇上本地職業隊 害怕受傷害學徒不服的他 這次比賽可是做足準備 我有多帶了一些紙蟹的藥 對 我們自己也帶了很多的一些 酸痛的藥膏 酸痛貼布 被問到孫賢志和王仁甫 有沒有給予祝福鼓勵 徐夢哲表示沒有還狂酸兩人 所以我現在就在等 明天晚上飛機嘛 看他摸歸家 終於如願代表台灣出賽 徐夢哲戲份知情全寫在臉上 希望能為台灣爭光 記者陳子芬羅相台報導